目前岛内选举风潮正热 但竟然在现实选举的话题上 民进党上自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吓到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奇迈 都触及了统独议题 蔡英文说 马英九提出的新三部议题 会让世界看见台湾人到时会选择亲中的政党 还是继续坚持民主与主权 陈奇迈也批评说 马英九在任内曾说不同、不独、不武 卸任后说法却大转弯 他要马英九跟韩国瑜说清楚这个转折 11月8日马英九在基金会的一项闭门座谈时 马英九再度强调他不排斥统一的说法 如果这个说法对照蔡英文在2016年5月20日的 就职演讲之后一直所说 新当局会依据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 处理两岸事务 应该两人的认知是一样的 但蔡英文会有心中指控 除非说两人的智慧在解读上有了差弃 或在价值判断上也有了截然不红的选择 当然 在统独议题上 我们能够理解蔡英文或陈奇迈 在这个争议上有他们的政治立场 但不能理解的是 在九合一选举 民进党真的需把统独一提列为台湾人民的选项 因为这次选举 很多候选人都没在政见 或竞选活动上提及与此有关的看法 韩国瑜的海流之所以席卷全台湾 恐怕主要的原因便是在这经济衰落之时 民众关心的应是如何让生活在选后有所改善 说穿了 台湾人民真正关心的 是生存不是统独 但是 台湾今天面临的生存问题 必须环顾台湾周遭的国际环境 先找出一个对台湾最有利的方向及格局 在谋求能连横合纵的战略布局 求得更加的生存结果 国际环境对台湾有利吗 我们不妨来看看最新情势发展 希望能在独后体会先去求取生存 但安定之后再来思考台湾未来走向的问题 就在11日9日举行的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后 有些谈话的迹象 显示中美贸易的战火 以及双方的对抗已有淡化趋势 美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美国无意对中国发起冷战 外长杨洁篪也说 打贸易战解决不了问题 看起来中美双方都企图停战 希望能让两国领导人 在阿根廷G20峰会举行会谈时 能取得实际成果 中美双方在经贸与战略布局走向停战 当然是正面意义 对现今台湾执政当局来说 之前政策上一面道的倾向美国 会不会有投资失准的评估 加上蓬佩奥在记者会上谈到台湾时 仅说我们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及三项公报 未提与台湾交往法案 虽然美国务院会后发布文件有补充 但这毕竟是政治记者会 到底是蓬佩奥一时疏忽 还是华府政策有转向 非常值得注意 而且 谈到台湾 双方言辞仍然激烈交锋 其中国方部长魏凤和曾提出警告 美国的小忠誓词将上帝之下的国家 统一而不可分割 中国同样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如果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方会像美国当年南北战争一样 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统一 这是中国国防部长第一次在美国国防部长前 提出大陆底线 显出决心 早在11月7日杨洁篪会见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时 也提醒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台湾执政当局或许继续装睡 但涉及生存时 台湾民众不可不慎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